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2月7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来到翟山英YouTube频道 聊聊天,放放松,清醒一整天 很抱歉啊,最近感冒了 可能昨天播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所以现在视频可能要做的短一些 大家凑合着看就好了 我呢也凑合着讲,大家凑合着看 然后可以玩了命的拍砖 谢谢大家给这些视频的宽容 虽然是做着玩的 但是也是希望得对得起大家 对得起自己 今天讲的主要的事情是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新的数据 按照美元计算 中国11月份出口金额同比下降8.7% 降幅角上个月扩大8.4个百分点 进口同比下降10.6% 降幅角上个月扩大9.9个百分点 这个前提是什么 是因为在月底11月底统计数据的时候 人民币对美元还升值了 如果不升值的话 那这个数据就下降的更没法去看了 同比下降的数据就更多了 这种进出口下降一个月之内 能够下降 进出口同步下降 都在10%左右这种情况 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 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一次 这个前提是什么 是11月份中国还出口了大量的商品 给一个国家卡塔尔 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卡塔尔世界杯 都是中国输送的大量的产品到世界杯 中国官方媒体特别骄傲的 在11月底很骄傲的说过 除了足球队 卡塔尔世界杯几乎所有的东西 建旅店的呀 玩的东西呀 各种各样的礼品呢 全是中国制造 中国给卡塔尔输出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创造了我们 进出口贸易数值的 建国以来的最底点 所以呢 中国外贸出口数据这么悲剧 就应该能够很清楚的看出来了 中国经济 三架马车的腿全部打折了 三架马车都折了 原来已经十分凋零了 三架马车大家都知道 消费投资进出口 消费原来就十分凋零 已经凋零了 现在呢 消费就更一点都别指望了 一点都别指望了 就别说外地了 大家都觉得北京还不错 北京的企业生存环境还挺好 对吧 就这种情况下 北京人设局在前几天发了红头文件 允许北京的企业 可以无理由的对员工进行降薪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多重要的事 也就是人设局发了个文件 允许北京的企业可以无理由的对员工进行降薪 我说给你这样就这样了 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我们都很清楚中国有个法律叫劳动法 按照劳动法 北京市人设局的发布的这个通知 明显是违反劳动法规定的 但是经过疫情 经过三年的动态清零 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什么法律说话的空间 因为在三年疫情期间 宪法都是可以随便被践踏的 每一个人作为宪法公民权利 都是随便可以被践踏的 所以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法律说话的空间了 那当然县官不如县管 所以人设局这个文件 就决定了北京所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命运 也就是你给这些企业的员工 无理由的随便降薪 那么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这个员工急了 不干 去北京人设局仲裁 肯定是赢不了的 以前的北京人设局的姿态呢 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是 你去住仲裁 可能没什么人理你 三个月都没有人通知 通知你去拿仲裁决定 现在呢 直接下文件了 那你要是去仲裁 说我的企业直接给我降工资 那仲裁肯定是输了 那换句话说 肯定很多企业能够什么 能够月薪三万去招人 有人说哎呀 这两天为什么接到人通知 说我现在工资才一万 有企业三万去挖我每个月 没错啊 可能五万也挖你 到那去呢 给你签五万的劳动合同 然后呢 然后第二个给你降两万 第三个月给你降五千 降到五千 对呀 那什么原因 大家自己去想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 北京市劳动局的规定在 你去仲裁 你肯定是输的 这个文件放在这 你肯定是输的 只要那个企业 不是盈利特别棒 特别好的企业 那你去仲裁 没人理你 有这个规定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劳动局说 有个仲裁 什么工资高低比例线 没有用的 只要有这个文件 你放心 仲裁你肯定输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中国企业效益下降的 太快 连北京的企业都活不下去了 所以如果不允许企业 对这些员工随意降薪 那企业就倒闭了 工资 无险一金 都是跟基本工资来的 对吧 那降薪呢 就代表降了工资 降无险一新 如果不允许企业降 那企业倒闭了 员工就失业了 就又多了很多 在北京需要依靠 失业保险生活的人 那失业保险生活的人多了呢 国家的压力就重了 所以呢 可以让企业降薪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现在中国的企业 有多惨 特别是民营企业 我们看一下中国民营企业 到底有多惨 国有我就不算了 国有多惨 上面都有大脑子撑着 我们就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算一下民营企业 截止到今年的 10月31号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大家网上能查得到 中国还在正常经营的 那肯定工商局有资料 正常经营的 民营企业总数是 4701.1万户 中国还有4700万家民营企业 一直截止到 10月31号 还在正常经营 11月份也差不多 那1到10月份 这4701万家企业 总共实现的利润是多少呢 19641.2亿元 1.9亿元 听着好像挺多 但是平均到每家企业 1到10月份 每家企业的利润是多少 41780元 平均到每个月是多少钱 4178块钱 也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 不管规模大小 平均计算 只要还活着的 现在每个月的利润 平均到每个企业身上 是4178块钱 你看看你兜里的工资 再看看中国民营企业家 他每月收的钱 那你就能够想到什么程度了 只要目前正常经营的 民营企业 每个月就靠这4178块钱 这估计比绝大部分人员 拿的工资都低得多 所以这个平均利润数值 在全世界看起来 应该算是一个笑话 太低了 低到了一个崩溃的地步 这个企业你活着还干嘛 讲这个数据 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北京人社区 都允许北京的企业 可以对员工 无理由下调工资了 企业比员工还难呢 对啊 企业都没有利润 都活不下去 所以企业呢 给员工下调工资 企业多点利润 那企业还能多活点 但是企业这点没利润 员工工资又被下调 消费市场靠什么拉起来 所以三驾马车这个消费 内需消费靠什么拉起来 就都没钱 连北京都可以无限下调工资 多少地方都是N个月 工资发不了 靠什么把消费市场拉起来 大家都看得见身边的景象 其实讲到这儿呢 必须得说 中国共产党就是蠢的一批 蠢的无法再蠢的一个党 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之间 狗屎一样 这个月1.2万亿资金投在房地产 你说什么狗屎一样的共产党 你把这1.2万亿全给老百姓好不好 你拉动消费端 你把1.2万亿全给买房的人 进行补贴好不好 原本贷款买房的贷款本金利息 政府帮你归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现在贷款买房的免出三分之一的贷款本金的利息 你补贴给他们好不好 但是限期要求三个月以内必须买房 那二手房如果你交易市场只要买卖的 政府补贴10%的房价 但是三年内买了不许卖等等 你看我说这些东西 中国老百姓多聪明 那都眼睛玩都是空的 一听这机会 你看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能飞起来 二手房全万高了卖 做局拿政府的钱 你看市场能不能飞起来 你管他呢 因为你中国政府干的事 一直都在风险后移 就是你一直在把现在眼前巨大的风险 拼命把短期无法解决的风险变成长期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 急症的时候一定要止 一旦变成慢性病就要死人了 急症治好了才是关键 中国政府不会啊 所以把所有的急症现在都变慢性病 那你既然是风险向后推 那你为什么要从投资端去顺延风险呢 你从消费端往后顺延风险多好啊 你把钱拉动消费端去顺延风险多好啊 你现在1.2万亿 其中一个人如果是12万 那就是1000万套房啊 你想想这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人24万 那就是500万套房 你放内产市场现在存量 拉500万套房 你看瞬间市场是不是就起来了 而且拉动消费端能代表老百姓的信心 能拉动信心 开个玩笑啊 就是从新年所有中共实施的各种经济政策 开个玩笑 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总理 我制定的政策肯定比现在所有国务院制定的政策 对中国经济的推动和有效性强十倍以上 真的 不开玩笑 因为犯的错都崩溃的错 你说有些东西无知者无畏 我不知道你们的内情不了解不敢说 那现在这个出的这些问题 出的这些政策和招数 就已经蠢到了一个无限蠢的地步 所以没办法 毕竟我还在国务院参试时 待过 我觉得现在这些政策真的蠢的无限蠢 今年所有的宽信贷宽货币政策都给了供给端市场 所以我们投资拉动 第二个拿什么投资啊 本来就产能过剩 所有里面都产能过剩 还给供给端投那么多资金 真的疯了 我们看看今年一年 每个月的M2增长都10%以上 每个月都增长这么多 多恐惧啊 这么大的宽信贷宽货币 结果现在导致市场整个消费端没钱 哎呀 现在用消费端能够救的钱去救供给端 继续产能过剩 这个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啥逻辑 就是想让中国老百姓早点死 老百姓别幸福 你们肯定得死 中国老百姓一定死 因为吸血最端 有人跟我说 展老师没有实现 我发现习近平上台没有实现 这个这个计划经济啊 没有像这么惨 你看看你投资理财 你看看你的工资 你傻吧 就是这么想的人 我只能说你傻吧 现在没有实现计划经济 已经比实现计划经济还惨了 现在所有供给供给供给端的血都是从你们老百姓身上抽的 降工资让你们的血就更少了 就是现在国家 就是现在国家现在所有相关政策都在不断的从老百姓身上抽血 这边让人你看房地产那么多资金投去了救活 你怎么没看看你们现在所有的投资理财产品亏个什么鬼样子呀 那钱都去哪了不想啊 你们身上吸的血去救了一个房地产的供给端 咋还乐呢 这中国人我也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现在消费端肯定是完蛋了 投资端肯定也是完蛋的 我讲了 你投资你拉动什么呀 你基础设施建设你拉动 你拿啥去拉动啊 你到底把钱都投在哪上 投资端是应该投在直接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领域 才叫投资拉动 结果现在呢 中国我们算一下 今年的钱主要都投在哪了 政府财政本来就没钱 然后我们看看今年 一看财政一大块补贴给什么 很逗啊 今年就疫情动态清零补贴给方舱 全中国700多个大中小城市 2000多个县 大大小小的方舱能统计的11200多家 1万多家方舱 然后根据政府现在实施的方舱政策 每个方舱最少500个床位起步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方舱 共计每个床位补贴300元人民币 其实大部分说是一半中央一半地方 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央地方没钱 那你算了 500个床位 如果一天我们就算200都不算300 一天就是10万元投资 一年将近4000万投资 11200个方舱 一年是多少 能算出来吗 5000多个亿 将近5000个亿 就5000个亿我们拿投资去拉动什么去了 中国投资是应该拉动能制造经济效益的 结果我们拿这个钱去拉动什么了 这方舱住进的人都是免费的 建方舱人进去是没有任何收入回报的 吹牛逼说 方舱建好了赶养老 你觉得养老能进去吗 不过反正习近平是要在老百姓里买好的 习近平要拿整个国家钱给老百姓买好 你看我们建了方舱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白住 所以各地方政府可着劲的帮200斤花钱 现在那么多地方分控都取消了 10条出来以后 你看方舱建设的补贴还是没有取消 哪那么容易的 你给地方政府做 你得跟地方政府博弈 你发的文人都盖了 你不给钱 就让财政那还行 更逗的是你研究逗了 方舱里面所有的食堂 卖吃的的小卖布 打扫卫生乃至医生护士 全是当地领导的关系户 没有关系户你能进方舱 你能送货进方舱 然后这些关系户收入都是 他们都是地方财政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补贴直接给的 所以你有空万一要认识身边在方舱的 甭管打扫卫生的还是医生护士 你问问他们 他们的收入是不是比平时原来的工作党位还好得多 你问一下 那钱哪来的 中央有补贴 对吧 现在明白了 中国为什么那么多阳性 很多县市 拉一个人去方舱 当地政府能给三千到五千的好处费 你去一个人去方舱 那名头上面的补贴就得赶快下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就算疫情开放了 现在方舱建设也是不能停 这个我前几天讲过了 就是基础建设投资 您就那么点钱 您要投给消费端也好 您投给这个 能产生经济消费的基础建设也好 中国这么多钱都投哪去了 反正大家自己去想 对吧 咱们摆事实讲到底实际说话 这消费也好 投资也好 这腿都舌了 对啊 早就都舌了 而且舌的透透的 现在外贸这条腿就舌了 我在三四个月以前 中国经济最后希望的那个视频中说了 中国唯一经济 留着一线生机的就是外贸 外贸绝对不能倒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开始 经济增长的起步 就是外贸出口 你们翻译一下 40年前中国经济能增长 就靠外贸出口 然后这么多年 40年来 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以及在全球产业链占据重要地位 一直是一个核心支撑作用 就是外贸出口 所以三四个月前我在视频里写了 我说中国共产党但凡不傻 不蠢到极致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挽救外贸出口 要留给中国经济一线生机 只要这一线生机还留着 就不会死得太快 现在11月份数据你们看看 中国经济连最后一线生机都没有 陈老师你靠一个月的数据去看 老大这是圣诞节前夕 11月还赶上卡塔尔世界杯 全是利好 往年都是出口的旺季 全是利好 今年能差到这个份上 你琢磨琢磨到底原因背后是啥 而且产业链的转移 比如现在苹果 人是产业链转出去了 您自己想干 您都干不了 产业链都转出去了 您搞什么中国企业家 万人十万人去海外 您这一百亿去海外也不好使 人家已经不定你中国的货了 不做你中国货了 而且中国耍那小猫腻 下回就马上面临什么反倾销调查 不管是电动汽车还是太阳灯 现在都面临问题 有人说 比亚迪收到的 不过就是美国调查署的一个警告 您看看中国历史 但凡美国调查署给一个企业这样的警告 下面预示的是什么 马上惩戒手段就出来了 对啊 中国的小聪明 永远小聪明 你以为转到那些东南亚第三方国家 稍微加工一下出去 就能够省了那么高额关税带来利润 人家看不出来啊 老是小聪明 所以呢 坦诚的说 现在11月份 三驾马车三条损全折了 最后一丝生气也没了 不过中国经济我也很实在的说 赶快死死点好 中国老百姓 大部分人赶快死死点好 根本不值得救治 对啊 中国人救他干嘛 现在中国就大部分人别生气啊 我说这话别难听啊 中国国内赶快死了 疫情管控开放了 谁开的呀 中国共产党 当年谁疯的呀 中国共产党 你中国共产党是把这疫情前段时间 一个月以前还说的像天一样重要 静态 动态清静绝不放松 一个月以后就说什么事没有 全开了 你中国共产党说话什么 连屁都不值啊 连放屁都没什么臭不可闻的 一个月之前 以党之力 全世界最多人数党 你还告诉这是一个最严重的病 不治就怎么样了 一个月之后就说 他一点事没有 全开 你他妈疯了 自己抽自己嘴巴 国内新闻媒体 现在开始连篇累赌的 到处都骂 这个疫苗公司有问题 那个疫苗公司有问题 这个核酸检测有问题 那个核酸检测有问题 到处突出来揭发 现在发现了 科兴疫苗大股东是外资 可能是日子 科兴有心 要算暗算中国 华大基因 到处打人 你看打的残废者 华大基因检测报告都不过关 核子检测都是造假 那么多核酸检测 全都是在造假 万众口书笔伐 这为什么中国人该死 就是活该该死 谁让动态清零的 谁让使用科兴疫苗的 谁让干的事 谁录入这些东西的 谁让华大基因成为主要目的的 谁导致核酸测试 在全国这么多地方进入政府采购名单的 谁乱建方舱的 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吗 没有中国共产党背后的黑手 为什么中国人就会用上科兴疫苗了 全世界那么多疫苗都可以用 那么大的事 用疫苗的事 中国共产党不做背景调查的 中国共产党不知道科兴疫苗 背后是外资甚至日资 不知道吗 华大基因这事说了多少年了 打残是那么长时间了 早就该揭发 怎么现在拿出来说事了 但凡脑子不傻的 不是进水的人都知道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月以前 把所有的事全干了 全世界最坏的事 一个月之后干嘛 推卸责任 中国的问题真不是天灾 是人祸 中国人所有的灾难 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导致的 中国共产党不倒台 中国人一点希望 中国国家一点希望都没有 结果在这个情况下 放开疫情以后 哇歌功颂德 习近平为了政治目的 告诉疫情多严重 在他政治美稳的时候 政治目的达成了 说疫情没事了 因为他不搞经济 他政治也未有问题 结果中国人再次显示出群体的劣根性 你们难道不觉得这事 全是习近平自己干的吗 一个月之间一个后 人民日报上文章 是科兴疫苗能上的吗 这完全忽略的 所有的祸的根源矛头 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事实 或者根本不是忽略 就是看着就不看 这就是中国人 全是傻叉 所有矛头都指向 中共指定给老百姓的替罪 然后群起而公之 所以有一个老师 最近我看一个视频 特别逗 中学 什么叫独裁者 那么教师离 我就是独裁者 你们都是王八蛋孙子 我可以随便打 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脸 都是我奴隶 这就叫独裁者 然后呢 然后所有人都要听我话 其中 我随时可以拿任何一个人当替罪羊 对啊 更重要的是我其中 四十个人 这原话 我打了三十九个 我有一个人没打过 然后我告诉 问题都在他身上 让那三十九个人去打他 你放心 那个人就当时打死了 大家很高兴 老师有视频 在网上传的 所以呢 现在大家明白了 中国人能没气吗 有气 这么多年 但是气给谁 给成替罪羊身上找回来 弱啊 对 势子减软的 你也人找老师的欺负 真正的罪魁祸首 谁也不敢动 就找老师的欺负 这就是中国人 根本就不该救 就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这样 这个人种就出大问题了 你要到西方世界 你出现类似于中国这种 动态清零搞成这样 别扯淡了 人民就疯了 那到处都是示威 执行动态清零的执政党 百分之百的是内阁 马上全体辞职 而且这个执政 大概就要下台 提前进行选举 甚至于这个执政党的党魁 有可能在新闻媒体前 跪在全国人民面前 谢罪 我的政策错了 你们好好的去看一下 在西方这种事情 出现了多少次 中国呢 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 中国呢 这个情况出现以后 没有人去责备 这种事的根源 你们不责备中共 你们没有想过 以后这种事还会 换个花样 无穷尽的再出现 都是他们干的坏事 最后找一个东西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就过去了 所以活该这个国家 大家都习惯了 对奴隶主的欺压 习以为常 但是绝不能放过 同样被欺压的奴隶 必须打死为止 所以呢 现在中国就这样 支撑这个国家发展的 三驾马车全都死了 国内还有那么多经济学家 鼓吹中国经济 明年能够变好 变好的原因是 哎呀 你看国务院对于 明年填了18个吻字 吻经济 吻增长 吻物价 吻就业 还你看多牛逼 吻 他们这个吻 这个字都能解除新环节了 他说吻就吻 他说吻房价 说了那么十几年 这吻房价 要不然风量涨 要不然风量涨 他吻过吗 活该 都信 活该 别说我说的狠 真的可怜 这人没有可能诸如此 没法说 冰怂怂一个 酱怂怂一窝 第一个 无知就无畏 第二个 第三 试错成本最高 现在呢 中国就是由最无知的习近平 统率着一堆超级傻车 组成的中国共产党 在一大群不是傻 就是坏的专家 学者的不断的 所谓专业知识的怂恿下 拿着全中国人民 未来所有生活的希望 不断的试错 而且从来不会去承担 试错的成本 每一次拿着人民试错 一带一路啊 全民创业 特色 小镇 P2P 只要不断的试错 试完了以后 全错试错的成本 中国共产党随便一推 就推给了底下的机构 或者个人 然后呢 被试错 被自己倾家荡产 甚至家伙人亡的人 被试错的人 然后发现什么 绝不会向那个罪魁祸首 申冤 而是找那个 中国共产党指的 那个替罪羊 疯狂的拿人家算账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所以你说这个国家 你们还希望他怎么样 我也希望不了他怎么样 好吧 确实没办法 不是说 我净什么黑的 不客观 你们谁牛叉 我说了好多好多回了 你给我在评论区写一个 中国明年拿啥 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 你们给我写一个具体的 咱们不聊 官话 别吹牛逼 别什么稳增长 什么中共使的 习近平 什么什么什么 李克强 他们就是这么浑身视铁 他拈不着几根钉 出来就是一个200斤的肉蛋 对 包包子包了几个 剁碎了也没多少馅 拿啥 你是告诉我房地产能起 还是外贸能起 就总得有一个呀 还是数字经济能起 你总得有一个呀 你要都什么说不出来 对吧 你就别讲官话 别胡说八道了 明年中国经济如果能变好 而不是完全衰退 那太阳一定从西边出来了 好吧 谢谢大家 因为今天感冒了 就录这么多 谢谢大家 今天请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